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语言是一个民族文明的密码 在我们会用普通话聊天的时候 也别忘了属于你的家乡话 不过曲小谭算是很幸运了 因为他去的地方说的就是普通话 所以他能听懂别人的每一句话 在第二次穿越前 曲小谭已经失去了自己的记忆 之后曲小谭和莫林城一起穿越到了另一个时空的冬月 为了掩护自己的身份保护我方曲小谭 莫林城换身谋是刘商住在巴欧府 本来曲小谭和刘商能有情切有义的 结果在这个时候曲小谭的劲敌来了 这个人不是别人 就是邻国公主蓝叶西 蓝叶西一见冬月的王爷们就是看不上 他就偏偏爱上那个刘商 有一次曲小谭和蓝叶西决斗的时候 曲小谭告诉蓝叶西 你这个小三 而蓝叶西回了一句 你才是小三 你全家都是小三 听到这个熟悉的句式 曲小谭直接问 你是从21世纪来的 结果蓝叶西特别激动 原来两个人都是21世纪传越过来的 从此以后 两个人可谓是无话不谈 曲小谭喜极而起 可是莫林城却觉得 曲小谭不理他了 然后不开心了 那么大家怎么看待这个事情呢 欢迎大家在评论区留言进行讨论